很少用震撼这两个字去形容一部电影 没错 说的就是燃东 可能有人疑惑 难道当下热应的孤注一掷不够震撼吗 这是正面的震撼 票房 口碑 与作品质量成正比 破30亿的成绩 无庸置疑 还有七夕档新上映的念念相望 尽管有路人员崩坏的刘浩存 但倾心治愈的剧情 还是吸引了不少情侣们的目光 无疑是占尽了天时低利与人和 至于周冬宇的这部芯片燃东 我对他的震撼是来自于烂倒令人发指的内容 2023年的电影市场还没见过能引发重怒的影片 这届金扫轴奖 没他我不服 救命 救命 我在电影院直呼救命 这是七夕情侣电影吗 这是来隔音人的吧 没有深度的东西 一文不值 听听观众的呼声 就知道该片到底有多么离谱 所以究竟烂在什么地方呢 燃东讲述了娜娜 周冬宇氏 昊峰 牛昊然氏 韩潇 屈楚萧氏 三个异乡人 在一个冬天里的心跳邂逅故事 这部影片宣传时 打着展现中国当代年轻人的缩影的旗号 三人形的组合 似乎也充满了神秘感 而且谁爱谁的故事 让不少观众抱着好奇心走进影院 却如同吃了一口屎一样令人作呕 其中剧情两个槽点就劝退了观众 一迷惑行为 三观炸裂 电影开场是抑郁症男主昊峰 与导游娜娜在严急相遇的场景 前车手机意外丢失 后者先给了他几百块钱应急 按正常逻辑 这个时候就男主应该赶紧离开 结果昊峰莫名其妙就跟女主去喝酒了 还跑到对方家里过夜 好家伙 刚看完反炸电影的 我根本没办法直视这一幕 但这还只是开胃小菜 中口的地方还在后面呢 浩峰与娜娜认识没两天 就去滚床单了 终于明白 导演口中的治愈是什么意思了 和这年轻人寻求心理慰藉的方式就是 喝酒 蹦迪 约屁 这怕不是对于当代年轻人最大的误解和羞辱 还有一幕也是看得人血压飙升 这三位主角闲得没事干 跑到书店玩起了你追我赶 打赌谁能把最后的一本书偷走 实在不行 哥几个找个班上吧 做事毫无逻辑于底线 谁看了不说一句 毁三观 二 关系混乱 搞擦边球 唯一片里有激情戏也正常 可这不然东 给观众搞了一出三角链 他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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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不断里还乱 我本以为看到浩峰与娜娜上床 就算最露骨的片段 没想到后边还暗示浩峰与含霄不清不楚的关系 酒店里暧昧的眼神 以及那句我不想一个人 鸡皮疙瘩都掉一地 更疯狂的是 男主用嘴喂给女主冰块 女主又喂给了拿啊 不夸张地说 看到这一幕整个影厅的情侣们都倒吸一口凉气 估计都和我一样 后悔出现在这里了吧 还有什么浴室触碰场面 拿二醒来时 看到了浩峰与娜娜躺在床上 这些镜头拍得既没有美感 也没有内涵 无非就是靠擦边球 来搏观众的目光罢了 而且刘浩然的表现 都不如屈楚萧来的自然 明明长了一张年轻人的脸 非要留起不伦不类的胡子 跟同学们站在一起 好像不是同龄人 顶着这样的造型去拍文戏 床戏 不仅没有什么张力 莫名给人一种猥琐下作的感觉 台词公敌也是一塌糊涂 没想到时光带走了他的少年感 也带走了刘浩然的灵气 我想还是有不少观众 奔着周冬雨来观影的 毕竟是三级影后 奖杯含金量很高 起码在三个主演里 算是顶尖的演技存在了 但看完成片后我发现高估周冬雨了 首先 她的形象与角色根本不贴合 作为能够让两个男人都心动的女人 娜娜的性格与颜值都应该在线才对 尤其是刘浩然给他们讲述熊女的故事时 刚说完熊变成了很美丽的女人 转头就看向了周冬雨 满脸的雀斑 寡淡的五官 就这 再看她与屈楚萧那痴迷的眼神 没有说服力的同时 还充满了诡异的喜感 而且周冬雨那单薄的小身板 实在谈不上性感二字 镜头还非要给她来点魅惑的氛围 看着她在浴室浴脸后洗澡的身影 就跟小学生似的 怎么可能把刘浩然勾搭得走不动到 其次就是所谓的影后级别演技太拉胯了 周冬雨饰演的娜娜 是个阴伤退役的滑冰运动员 满腔热血终究跪于平淡 梦想的破灭 让她沉浸在一种无力挣扎的感觉中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看点的角色 但在周冬雨的演艺下 只剩下了过于矫情 过于放纵的年轻太美形象 而且娜娜的情感变化 也没能被她演出共情感来 只觉得这个人莫名其妙 就跟陌生男人发生关系了 接着又莫名其妙的释怀了 最后滑冰那段 又似乎重新拥抱了梦想 不再遗憾 可其中的变化没有理由 没有层次就那么突兀的转变 也不知道是剪辑的毛病 还是周冬雨本身就没融入到角色当中 不得不说 周冬雨似乎进入了事业的瓶颈期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 她的实力与影后的身份不匹配了 但追溯她这些年录人员的变化 其实一切都有迹可寻 2010年周冬雨凭借张艺谋指导的山茶树之恋 一炮而红 清纯的长相或许不够惊艳 但却很有灵气 随后在七月雨安生 也令她一举斩获金马奖影后的殊荣 可在颁奖舞台上 当周冬雨看到马思纯也同样获奖后 明显表情一僵 又刻薄的发言说 自己家里没有从事电影行业的人 似乎在暗逢马思纯是靠背景出圈 导致对方在台上颇为尴尬 还有《少年的你》这部大爆作品 也让周冬雨人气水涨船高 但在电影里 她需要为了角色剃头 还非要工作人员跟她一起的行为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再加上本身颜值与气质都一般 红毯上又喜欢处处抢风头 给人一种强行凹造型的集市感 导致观众对她的态度一天不如一天 不过 要说让周冬雨录人员崩坏的导火索 当属她与刘浩然的恋情传闻 要知道当时的刘浩然 可是四大强头之一 与易阳千玺 白敬廷等人齐名 结果却因为周冬雨被推到风口浪尖 这让路人跟粉丝全都破防 吐槽声根本压不住 而如今31岁的周冬雨 坦承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情商低 作品烂 观众自然也不愿继续包容 烂片年年有 但今年这部燃东 恐怕会位居烂片榜首之位了 对于观众来说 七夕荡本来要求就不高 像《隔壁念念相望》 这样简简单单的爱情片 就可以满足观影诉求了 可燃东却非要另辟蹊径 毁三观的情节和稀烂的演技 让人不忍直视 偏偏不喜欢看的观众 还要被贴上不懂艺术的标签 这简直就是在大众雷点上蹦迪 一部烂片到底在高贵什么 当然演员也是槽点之一 尤其是女一号周冬雨 近两年来 什么类型的角色 都能演出太魅的味道 从千古绝尘 格爱到如今的燃东 差评一片 口碑翻车 当一个演员失去了观众原语作品后 终究要走下坡路 希望能给其他演员 敲响一个警钟吧 那么对此你怎么看 感谢观众原语作品